一份重业儿中的婚姻是多少人都蒙寐以求的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想要白头到老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婚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会导致夫妻分道扬镳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最严重的一种情况 婚外情 婚姻中男人婚外情可能不会离婚 可女人婚外情有了外遇 99%都会离婚 通常会选择外遇的女人有两种 一是婚前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双方相亲认识 觉得合适就结婚得过且过 二是婚前感情很好 婚后随着身份的转变不能适应 觉得婚后生活过于平淡 感情变淡甚至消失 那么选择婚外情的女人心里也是各有不同 有的只是觉得生活平淡 想找点刺激消磨无聊的时光 事后继续回归家庭 有的只是觉得婚姻不幸福 是想离开现任丈夫 但是又怕没有更好的 甚至怕后任更差 犹豫不决找备胎 这些女人无非是对现任丈夫的感情 物质 或者是夫妻生活感到不满意 才会选择外遇 渴望从别的男人身上 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男人与女人则不同 男人大多是想要在家庭 稳定的前提下寻找刺激 在他们看来 外面的女人完完就好 不会付出增感情 激情一旦消失 就会立刻回归家庭 这就是俗称的 家里的红旗户岛 外面采集飘飘 在男人眼里会婚外情 出轨的女人 可不是这么正经女人 但是女人不同 女人一旦出轨 十有八九会付出增感情 全情投入 并渴望得到男人的回应 她付出了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感情 以为自己得到了爱情 可殊不知 在男人心里 她只是一个玩物 玩玩而已 不用负责任 何乐而不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